大家好 我是豆豆 今集和大家介绍的两种杀料 都是很高的 一种就是身份高贵 姿态优雅 另外一种就是身体够高 听说有人类这么高 首先请他出场 我的名字叫丹顶鶴 因为我头顶有个丹红色的肉观 不说你不知道 当我们很激动的时候 肉观更会发红 我在鶴类之中体型最大又最重 对翼展开可以有240厘米那么阔 我的身高可以去到158厘米 整个人那么高 我的骨头是空心 但就非常坚硬 所以即使我们的体重有成10公斤 但飞起上来可以快到时速40公里 就好像你坐在巴士上面的速度 而飞行高度还可以去到5000米 即是大约5座大帽山那么高 还会排成V字形列队 很整齐的 我们还有三长 我们还有三长 嘴长 颈长 腿长 长脚当然有利我们在水中或泥泪觅食 而我们的叫声很流量 因为我们有长长的颈部 就好像同管乐器一样 有长长的空间共鸣 声音甚至可以传到3至5公里以外 即是说你在机场跑到哪一边叫 我在跑到远远的另一边都听得到 很厉害 嘿嘿 我们很专一的 同伴女会长相厮守直至中老 在野外生长的丹顶学 寿命一般大约是30岁 如果是自养的 还可以去到60岁 是一般穿尿的2至3倍 所以丹顶学在中国的传统中 是长寿的象征 哇 有你这么长寿 我都很羡慕 多谢丹顶学先生 来着这位呢 他真的很高贵 我还很迷戀他 有情 我呢 就没有丹顶学这么高大 但是我胜在地位高 我是南非的国鸟 我叫南鹤 我就不会像其他雀鸟一样 五彩繽纷 我只有一身灰蓝色的羽毛 和头顶的白冠 当我愤怒或者兴奋的时候 我的白冠还会树起 但是我现在就想保持优雅 你看我的幼长的羽毛 是不是好像古装片里面那些仙女那样 瘦气十足呢 哎呦 我觉得自己真的很迷人的 你说是不是呢 我们身高大约120厘米 对翼一展开 有成200厘米那么阔 比起其他学类 我们的脚趾相对较短 可以令我们跑得更快 更灵活 每逢夏天 我们会进行换羽毛 令到羽毛可以长年保持缘好 并且能够应对羽毛的损伤 有时只是会换部分羽毛 有时甚至会全身换光 包括飞行羽毛 什么话 飞行羽毛 即是说你换羽毛的时候 就飞不到了 这样很危险的 你说得对啊 豆豆 如果全身换羽毛 还要两个月才完成的 所以为了避开敌人 我们会去一个够安全的地方 聚在一起互相照应 一换完漂亮的羽毛 就会飞走了 南鹤小姐真的很高贵 虽然南鹤是非洲特有的品种 但近20年 当地已经消失了大部分的南鹤 现在全球大约只有25000只南鹤 至于丹顶鹤 数量就更加少了 全球只有大约3000只左右 是世界上第二稀有的鹤类 所以这两种杀料 都是属于萍危的物种 再次多谢丹顶鹤先生 和南鹤小姐 好了 今集时间差不多 下一集再见